哇躲的快呀 还好啊 还好躲过去了 再来个闪 人互相换人 头又出现倒地 这个会员直接过来打了一个 他打头了 这个侧面的队友 阿德也没把人秒掉 二打一现在是 VK的来了 而且是两个方向 22颗子弹 但是卢 卢的话是把S12K呀 他是有机会先打一个 然后马上回头打第二个的 走位 不急 对方想救人好像 嗯 阿德想扶 这边直接补 已经锁定你的位置了 而且外面是 就 Spiral是在这里 哦 没错 你又换回URK 这个闪打的对手听不到走跑位 是的 还行吧 只要是后续的拳行不要切的太狠 其实他都能玩 还是在一个比较中心的一个点位呢 金子又找到一个 一辆肉包铁 拆枪没问题 一分拿下 比较远 对的 尼克弗M呀 宝可牛Happy呀 他们就 这个位置没有理由去绕 整天直击 哦 surprise 在外面的fixy被顶掉了 是 个点开花 好队友 哦 七爪就会扶一手 头顶有枪线 鲁塔夫 踩住落 到这个位置上了 对 但他并没有向那步延伸 反而是 非常非常稳健的 开镜 看着每一个位置 哦 龙江这边被击倒了 但是起烟了 起烟速度非常快啊 可以扶一下 凌输不能倒 凌输倒出大问题 扛走 扛走 起了几颗烟啊现在 应该能扛回去 扛回去就好 还是不敢扛 哦 凌输中了两枪 凌输血量很低了嘛 对 先拿血 也被捕了 看谁接这个位置 凌输也被捕了 全被捕了 那跳两个淘汰 有没有发现这个位置是分踩 七七先去接位置了 这位置还是要接的呀 这圈切 骗的话也是贴到了圈面的位置 看一下城内的一个情况 这在心形费子 大拉瓦啊 这边的话 Flocky的出手 费子这边是连打袋 补掉了一个 这边 GemZ的话是在洗手房里 这个角度应该 吃了一把 马上讲一笔一把 麦莫也是选择一波往里扎 路上已经掉了一个 掉了两个 两个人也是扎到了这个小防御区 牛海比好像也有人要过来啊 回去了 周围那么多的枪线情况下 南边也不好绕过去了 这个三圈基本上也没什么角度能绕了 反正大家过来扎吧 两边换分啊 没溜到人 金把还是反背六支 我溜我自己 被发现了 我防守一波 看旁边爱爱一直在侧面影响 蓝圈伤害太高了 波波还在往前顶 有雷 但水量太残了 这个被看到一枪就没了 你能的那次冲到蓝圈里面去找人 自己倒了 你能的 这个能不能爬出来 能不能扛出来 因为四圈已经在缩了 但是他这边是一个非常窄的一个窄边 这个蓝圈 也是圈面的一波 叠位的话有高打低的一个优势 那周皮炎已经是倒地的一个状态 继续补枪 这一侧 New Happy的角度是不好输出的 只能说Nord这一波Pick不愧是队内大腿 自信满满 而且枪法在线 那DIY其他队友已经是及时补位了过来 这一波虽然是将Nord放倒了 但是 New Happy上最后一个 换神的角度被发现了 最后出手 也是将分数金属拿下 CY这一波全面还能把人扶起来 保持一个满边的编制 这架接的还是挺漂亮的 整体正面的阵型 过来进攻 F7K 侧面架枪的MEM已经倒地了 被泡泡给抽倒了 而且他的背后给到了FM 王胜利 也被一颗雷雷倒 F7K 过来扔击火雷了 站到坡上去争雷 Kurti还有雷 看一下角度 车后 你都这么挨炸了 回头还要看FM 这是完全不怕雷 点 哇 PENTA这个雷 也是将SQ的分数 净数收下 SUMR还在 ITK可能 没什么机会 感觉天霸 这个雷也不太好扔 这反坡也能踩得住 是的 这个反坡可延伸的角度太多了 现在是西边 还能防下头上 出也出不来 然后周边地形 因为都是高点嘛 就是架 它是架得很轻易的 但是好处是 还在比较中心的点位 唯一机会就是 圈形往他的方向走了 17 怕这个脚下贴一队 然后丢雷 这个位置 很怕西部 过来一个这种 带车直接贴反托的队伍 这边出现车祸了 只好被抽了下来 好的话一直在出手 STK自己的话 也是吃到了 四面拔放的枪线 太密集了 只剩一个 撤 然后封颜扶人 看圈 一个策略看一下这边 天霸 天霸的位置也被刷走了 天霸想去找点分数 这一颗手雷 STK吃到了周边的枪线 最后这个火的隐燃也是将分数全部拿下 我清掉了这里 天霸 还是要去打正面 还有雷 还有雷 有雷的话就还好 有机会 来了一波二打四 先秒一个 七七 这些状态依旧在线 但是泡泡这一侧 远点枪线很很头疼啊 是的 七七意识很好 四个人全出来了 但主动出击 强顶 速度被打倒 可以补掉 能不能爬两下 没事 这个一换一 我觉得值得 要对方这个本体 锁在这厕所里 是的 出事了呀 最怕的就是这个反坡贴人 然后丢火 但GX也找了一波机会啊 两边夹击 感觉撑不了多久了 六再来颗雷 被压制的很难受 天马人收下 GX还想同时上山去处理天霸 天马还有泡泡 这个艾艾现在这个枪怎么就突然不准起来 刚说完打了一个 这篇战斗基本上打的差不多了 天霸只剩一个 GX的话也是可以救的 他车要用不了的话 那他这个山就难了呀 是的 天眼的话肯定是无差没攻击啊 那泡泡最后也是被抽中一枪之后 蓝圈的伤害带倒 那最后也是没有拿到更多的淘汰了 那GX的话是四人满边 有车先走 最后的狂欢 还是这两个高点对我贵了一多 3C4的过点没有击到 他们想要从麦田上奔跑 然后到17的近点 这边是给了一枪头 现在17又得打上面又得打旁边 如果好在URI倒了GX的话 还剩最后一个在头顶 再找机会拉人 这男他们被锁在了一个非常小的角度当中 还想不扔手雷达 17就安全 好的啊 GX发起了又一波的这个头顶进攻 人浮起来了又倒了 就是无限的倒无限的浮 桑梯在哪边开始撞雷了 可能给人刷伤害呢 他还得再往前蹭一点 三颗雷啊 来了要小心了这波 近年先六颗虎已经被发现了 出事了这波要出打 他太多头日误了 你看哎也没有 他也不打他现在口上 无敌凑内 无敌鞋 无敌鞋 还有雷帽 再给来一颗 这个雷的方向 就有 17人都在外面 哎呀终于打了你 你终于出手了 这波17的人全在外面 并没有吃到这个道具的很多的伤害 顶过这波雷 这边有机会 这波扛不住了 其实这局几乎就很大了 对 那GX虽然人浮起来了 不过也是吃到了枪线 他现在已经对不了枪了 他头架已经打没了 艾艾一个出手 艾艾先被淘汰了 对艾艾的吧 没了的话 桑西特这个最后一个人 他这个位置基本上也动不了了 GX 哎呀这篇圈烫了 对枪他也对不了 他头架全碎 他这边只能露出个尖来 GX想熬 看能不能熬到一个第二名 他们得和桑西特的独狼对枪 有点难了 但是这个血量还挺健康的 就是真的 你枪头还倒不了 露头就挨枪了 奋斗一下 那这波其实给到实际可以拿分的机会 对你要下的话 那这波就抽把了 这肯定 这分数能不能拿到 我拿点分数看起来 可以拿到了 最后三打一 锁在这个拖拉机后面了 我真的长嘘一口气 是的 有这个吃鸡的一个分数 是的 淘汰不多吧 小伯爷来了 再丢雷 就在车后 28点血 好这分拿到了